就是需要运动嘛 所以常常去海边游泳啊 潜水干嘛的 所以呢我常常会希望说我知道潮系 为什么知道潮系 因为涨潮跟退潮的感觉 水质啊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我会希望说 潮系到底什么时候涨潮 什么时候退潮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我想说是不是 因为之前我搜寻一下 就是查询那个涨退潮 后来我发现 好像没有 所以后来我就干脆自己写了一个 那你把它放上去了 潮系 所以你查那个什么 素查潮系吧 OK 各位可以看到 大概会有三个 对不对 有一个要钱 另外一个是钓鱼的人 另外一个就是我写的 OK 其实界面非常简单 因为我不是做商业的 目前已经有七个五颗星了 加起来也是应该五颗星 OK 而且才放上去没有几天的时间 有这么多人给我五颗星 现在有点惊讶 前几天才放上去 前天才放上去的 然后很多人 OK 已经有这么多人做 里面到底做了什么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 因为我想要知道 到底潮系 比如说基隆 这个区块 到底什么时候涨潮 什么时候退潮 它会显示出来 7点38分 是涨潮 9点47分 也是涨潮 颜色如果是橘色 是大潮 中潮 小潮 还有几天 当天跟 就是一个礼拜之内的 那个都可以潮得到 那除了涨潮之外 还有退潮 OK 所以非常简单的功能 我大概就是 涨潮 退潮 跟七天 那另外颜色就是 用那个绿色 蓝色 跟橘色 去呈现 果不齐啦 刚好有一天 我去淡水 我从来没有看过淡水 涨潮到 水都溅到那个岸上来 那一天刚好 我想说 这个时候特别 然后我就想说 想到 对我不是写了一个APP 然后就把那个APP拿起来 一看 果真即将大潮 而且是橘子色的 那就觉得 感觉好像 有那个用途了 所以我为什么把它PO出来 因为刚好我就 在FB上面PO了一个 这个讯息 就一堆人说 老师你可以把那个APP 赶快 我也要他们就是 很想用 我想说 那这个时候 让人顺水推之后 我就把它 刚好发布出来 刚好 所以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那你想说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我做 我做了哪些事呢 其实我主要做的事情 非常的简单 我只是把 因为我经常会去中央气象局 它的网站上面 它这个图其实是从中央气象局里面来的 它放在网页上 那可是我每次光要去开那个画面 我一定要在电脑前面 然后去开 开好几个画面才看到它 那可是我很简单 我人在外面 我要刚好 要出门前 我想要看 我还在那边点点点点 点到那边去 才知道 原来 现在是什么时候涨潮 什么时候退潮 那我就想说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最好是手机拿出来 按下去 我就可以知道 什么时候涨退潮 不是简单多了吗 于是就有这个APP出现 OK 因为其实 这件事 那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可是有需要的人 他就会觉得 哇 很棒 OK 所以 才刚放上去没几天 那就有那个同学就 就就说 他可能希望 需要还有什么功能 所以一直说 我可不可以再补一些功能上去 OK 那当然 这个 一种乐趣 未来也许 可以再做什么呢 可以再做一些广告上 也许再可以 也许再挂个广告 看看能不能真的赚到钱 我可能性应该 不是那么高 不过有时候 纯粹只是 教学 OK 教学目的 告诉你说 其实非常简单 做这件事情 如何把你要抓的图 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请 就是记得一个关键字 叫 树查潮系 OK 然后就可以找 等一下手机应该 可以试试看这件事情 然后了解一下 这个里面这APP 其实非常简单 跟我们上课 所教的是 有一个延伸性的 它里面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何从网络上抓图 抓了图之后呢 放在Image View里面之外 还可以把它放大缩小 OK 前面有讲过嘛 其实我只是把那个Touch Touch Mage View 放大缩小 把它放进来而已 OK 所以另外的话 显示出来这些东西呢 这个其实不外乎就 Spinner嘛 对不对 放进来 然后其他还有什么 反正就不外乎就这些东西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上个礼拜的东西 那今天的话 我刚刚有把那个 我刚刚的那个 产生的 这一个 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里面 我刚刚有再放 放上去那个程式 就是如何下载 所以等一下 我们会延伸出去 上个礼拜的 只是一个水泥类谷而已 那今天的话呢 就延伸出去 如何下载全部资料 全部资料这件事情 导致很头痛 那怎么做 刚刚有讲到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请你把那个上个礼拜的 我们的那个 做一个类鼓的 那当然你要做全部的话 可能需要做什么 建立那个 不是建立 就是在你的String Array里面 先把这些东西贴上 里面也太多了 总共有34吧 可是我减掉2 所以你会发现底下 一直到底下 总共会有34 但是其中的好像 31 29嘛 30 31 因为是资料量太大 所以我把33 去掉 OK 所以这边的话有个String Array 然后呢 把这个String Array要放哪里呢 当然 这个String String 就是它的那个 类鼓的那个 股市类鼓名称 我要放在Spinner里面 那底下的那个Star1到34 是当我点选的其中一个 我要载入到下方的 所以这个地方 上面这一串 StarName 就是放给Spinner 然后下面的是List of View 有34-2种 OK 那这个我把它放在云端上 各位可以先把它 也许 复制贴到那个 你的那个吧 你的那个String String里面 这个做法的程式 其实这个 当然你要自己复制贴上 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可能要花非常多时间 那 我是利用VBA 用VBA自己帮我把它先串好 当然你将来不见得 一定只能用VBA 我是觉得VBA的好处是 它简单 直接就可以丢到哪里 直接就帮我丢到那个 我的那个工作表里面 那我将来再直接从工作表里面 把它复制贴过 就写完了 所以 有的时候 我要串很多那个 你需要的资料 前置作业 有的时候用那个VBA来处理 导致一个不错的方案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不用安装任何东西 第二个是 它直接输出 不像其他语言 没地方可以输出 要不就输出到资料库 可是 为什么要输出一个字串 输出到资料库 不是很奇怪吗 输出到档案也很麻烦 所以 你看 Excel 很简单 直接就输出到 工作表里面的 有没有 储存格嘛 其实那个储存格等于就是 有点像那个 Java里面的List View 不 那个叫 A Relist 就是 放清单的地方嘛 因为 Excel本身 它就有 可以放资料的地方 所以直接放过去就好 可是像Java或其他语言 它没有一个放资料的地方 所以它能放哪里 放记忆体里面 那记忆体里面看不到啊 对不对 所以看不到的东西就很难写 你怎么知道放进去什么东西 你还要在debug的时候 还要再看一下 到底放的东西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喜欢用 那个VBA做前置的处理 因为它太简单了 都看得到嘛 反正输出就对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储存格里面去就好了嘛 反正看得到 做错了没关系嘛 再来改 改也非常简单嘛 OK 而且VBA也不用宣告 我觉得这一点还不用管资料形态 管它什么资料形态 管什么整数 辅典 什么booling 不用管了 反正丢过去就对了嘛 这个 所以每次讲到资料 讲到其他语言的资料形态 我都觉得好麻烦 那一讲到VBA跳过 直接讲怎么操作 物件的使用 OK 但是VBA有个缺点 它不是物件导向观念的语言 它是使用物件导向观念 使用 但是它不是去产生物件的那种语言 它只是用 所以它的level可能算起来算是比较末端的 OK 可是也够了 所以一般人说真的叫你自己用那个Java写一个物件导向 物件的东西 可能太困难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有把那个最后我从VBA里面跑出来的这一个清单贴到云端上 那给各位参考 试试看